在过去几十年的粗放石发展中 中国地表破坏问题极其严峻 数据统计 我国共有大小矿山15万座 占土地面积是百万公顷 其中露天采矿场 每年玻璃的岩石达2.6亿吨 要让其恢复自然 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 对此工程师希望通过人工方式 对矿坑进行生态恢复 例如我国打造的世贸洲际酒店 该酒店位于上海市蛇山脚下的天马山深坑内 赴海拔88米 酒店建筑格局为地上2层 地下15层 是世界首个建造在废石坑内的自然生态酒店 被美国国家地理誉为世界建筑奇迹 而除了这座酒店外 我国还打造了一项工程奇迹 那就是位于长沙大王山中的悬浮冰雪乐园 在长沙大王片区 有一个深100米直径400米的深坑 它是长沙近40年来 采石留下的工业遗迹 随着这些落后的产能被清理 留下的矿坑却难以恢复 2015年 工程师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创新构想 在坑中建造一个冰雪世界 该项目总占地面积15.7万平方米 主要由水债与雪域两部分组成 总投资约20亿元 建成后 预计年接待游客数上千万元资 与世茂洲际酒店不同的是 长沙冰雪世界属于三层立体空间 主体建筑悬浮在空中 下方有48根石柱做支撑 犹如一个漂浮在空中的UFO 主体建筑平面近似一个175米 乘220米的椭圆 近高近30米 面积约3万平方米 相当于4个标准的足球场 据工程师介绍 这个主体建筑是由118个巨型构建 拼接而成 重量达660吨 施工难度不亚于鸟巢建设 外国专家曾对我国该项目做过评价 称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方案 创新建筑自然也会遇到多项难题 为了实现这一科幻般建筑 施工前 工程师曾进行过多次调整 由于主体建筑有三层 下方的石柱只能分担一部分力量 所以两边连接的坑壁就承担起了重任 不过四周的坑壁表面极不均等 又常年遭受风吹雨淋 强度损失非常严重 这样的坑壁如果直接承托整个建筑 未来极有可能造成滑坡 所以在建造主体建筑前 先对四周坑壁进行修整 最开始工程师打算采用爆破手段施工 但由于巨大的震动会造成新的薄弱岩层 而且爆破出的坑壁不规整 对此我国创造性地采用了机械加人工雕琢方式进行 先借助切割机切除突出的岩石 再通过人工精雕细琢 将结实的岩石暴露出来 供主体建筑承受力量 这也是中国第一次通过人工方式进行精细化施工 虽然程序繁琐 但最大限度保障了受力点的结实与安全 该技术未来也将应用到更多废矿坑改造中 所有基础设施完毕后 工程师正式开始建造主体建筑 不过又遇到一个难题 物资和人员如何进场 大王山矿坑深度达上百米 而且斜坡较大 无法像上海世贸洲际酒店那样 在坑壁处安装塔吊 对此我国先在矿坑中心交住了多根石柱 然后依靠这些石柱安装塔吊 将水泥钢筋等施工材料运送下来 此外还修了一条八百米长四米宽的盘坑公路 这施工人员与机械从这条公路进出 经过四年艰苦建设 大王山冰雪乐园主体建筑基本已经完工 预计今年正式开通运营 在建设中采用了大量新技术 攻克了众多工程难点 美国探索频道曾还来进行过采访 被誉为全球最不可能完成的工程之一 当然大王山冰雪乐园也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组合主题乐园 这里拥有世界上落差最大的悬崖滑道 全国第三个海洋公园 人工沙滩等等 市集冰雪游乐水上娱乐海洋公园为一体的游乐场所 而游客们一定不会想到 如此宏伟壮观的建筑 居然是用一座废弃矿坑改造而成 不得不感叹基建狂魔的实力 有了上海深坑酒店与大王山游乐园的经验后 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废弃矿坑被改造 也将以另一种方式展现在世人眼中 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座奇迹工程的诞生 感谢观看